我们走着走着 走一排两边都是树很窄的路了吗 对走到头那个正前方那个路就特别小了 然后就往那个右拐嘛 往右往左往右 往左拐往左拐往左拐 我现在是走这条路很窄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很窄的条路 很窄不窄啊 不窄吗 我现在这条路中间都想吵了 两边只有那个什么 不要进那条路里面呀 哎呀哥你抬脱了呀 应该刚才左拐的呀 对呀我都跟你说 走到那个窄的路就要左拐了呀 但是我觉得这条路应该也能走出去 走到可满 反正现在倒倒不出去了 我在前面都上了102国道了 这已经出来了 我看前面有没有掉头的地方 你不是在跟着那个刚才那个什么浙江那个车吗 没有 你没跟着他呀 他就在我后边了 我跟他中间还有距离 好吧好吧那你到前面看一下 我这边马上还有50米就上国道了 好的我继续往前走走看 反正这条路一直在往前通着 我们刚才走着走着国道封路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农田里面 这条路除了滑车之外还可以好走地啊 这条平呢 然后就好不容易找到这条路 我们已经在这个农田里面绕了好多圈了 我靠不着到能掉头的地方了 那你是掉头吗 还是接着往前走 前面好像已经没有落了 是到人家地里了 月龙开到人家地里了 我往前走阿婷在那儿掉头吧 好了看刚好封到这里 跟了一个本地的面包车走出来了 前方施工 整整好长一段路都在施工 然后我们就在人家那个农田里面 绕啊绕啊绕了无数圈 然后他俩还绕错了 跑到人家地里面去了 现在我们又上大路了 我们可以在这边稍微等他们一会儿 我们在这里等等他们 他俩开到人家地里去了 我在前面跑 然后就看到他们本地的一个那个 武林轰光 真的是神车呀 它叫路的终点是一个农田 然后就一个那种土路 那开的飞起 我在后面一直追 我感觉他们本地人应该会知道路 然后果然就出来了 我还给他俩提示了 那对象机给他说 走到路的尽头 有条小路就开始往左拐 结果他们就往小路里面钻 我的后面也是一点点高速 他们来了 等他们好久 不能 不能泄露出去 这个回答 等周虎浑身 等你们啊 随即露出一丝苦笑 换坐成其他人 恐怕也会找着 斩草除根才能有绝后患 对我的还有106公里 我可以 走着走着 遇到一个关门的 这边路给关上了 现在能走了 谢谢啊 下离到下离到 这好可以过 这好可以过 不然我们又到了半天 这边不给过就尴尬了 心心意诚 今天这个路途啊 真是一波三折 我们现在走到最后50公里了 这边就马上高速了 这黑龙江这边 国道的路况还凑合 一道线道相当作路 还有烂得很 还有47分钟 我们就到达黑霞子岛 我们来到这个农桥 再往前面走几十公里 就是那个黑霞子岛了 但是他们这边 好像是不允许 没有那个48小时 荷兰检测 走不了 走不了的话 我们得到那个福远 去做一个荷兰检测 所以我们可能 今天就到福远了 但是呢 这边高速没有上 那48小时 稍微电子超出 今天就要住车福远了 今天就要住车福远了 今天就在福远了 你心心念念的福远 哈哈哈哈哈哈 想到你玩 这样的话今天就要住车福远了 福远那边也有个国门 然后去那边 刚才他介绍说那边有个广场 广场可以免费做核酸 明天再去那个黑瞎子岛 冬极村 这边开始越来越天越亮了 亮的越早了 越来越不习惯了 点画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福远市 刚好在这边找到一个停车场 这边还是挺凉快的 我们的车后边 就是一条河 河对面 就是俄罗斯 今天就在这边住车 快来 快来 樱桃 快来 冲 你不是吃骨头吗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现在到了饭点 现在五点钟 早点吃 然后早一点回 这样的话 省得太晚的话 吃了不消化 今天去吃一个当地的特色 本来说研究吃那个 铁锅炖大鹅 但是吧 他们又说换个别的 因为前两天一直在吃铁锅炖 最后我们去订了一家 叫做什么什么大骨 反正也是吃肉 哈哈哈哈 一个骨头 还有那个羊的堵包肉 我们去尝一下 这个停车场的话 它晚上的话就没啥车了 而且今天还算比较凉快 还行到这边 今天就在福远 明天去黑瞎子岛 黑瞎子岛游完回来以后 我们再在福远的几个景点去转 因为要走一下回头路 到时候我们还要来到这 好了 就是这家 老城一家骨头锅 我们在抖音上搜到的 地道 金层味 在中国的最东端 我们吃一个金层味 堵包肉 猪骨锅 金头八脑 羊排锅 羊蝎子锅 我们来个啥锅 金头八脑还是猪骨锅 猪骨锅吧 猪骨锅 然后堵包肉是单独点的嘛 来吧 这么黑 这么黑 好了 我们今天的晚餐 东北大骨 猪肉 猪骨 这么大一锅 是不是可以给我的汤里面来一点点 开的 猪骨汤 再拌一下 嗯 香 好了 开吃 吃了吗 它本来就熟了 它本来就熟了 哦 干料放前面 骨头放这边 猪 肉还挺多 嗯 好香 好香 我们现在吃饱喝足 来这个河边来转一转 河的对岸就是俄罗斯了 那边还停了一艘船 哇 很好中间 那边打护肝哦 对啊 刚才那个那个那个 阿姨不就是 猎那个 他们那钓鱼的地方 好了 我们这会儿吃完饭回来了 感觉 这个天气啊 要下雨不下雨的 这个云 我就想等它这个下过雨了 我再支帐篷 但是感觉它又下不下来 不行的话就现在把帐篷一支算了 早晚都要制 趁着现在天亮 先 打开我们的密码锁 四个这种密码锁扣 一按 就可以给它取下来了 这样就OK了 这个帐篷现在还是 我感觉吧 还是挺好用的 可能之前那个比较难用 再用完它以后 就觉得它还挺好的 没有之前那么复杂 这边没解锁 忘记开锁了 我们也是密码保护的 明天我们就要去最中国的最东边了 在这边 让人最无法接受的就是 天亮的太早 每天的感觉没睡好 没睡觉天就亮了 好了 看它也打开了 就这么简单 把梯子抽出来 把我们的帐篷 一拉 就好了 好了 我们搭好了 不管它下不下雨吧 先搭好再说 就跟月龙说的一样 下了往里面一钻 帐篷搭好现在还早 去阿婷那里溜达溜达 刚给我发信息 说让我来他这溜达溜达 周边一圈 感觉要下雨的样子 就中间还挺好 不知道能不能下 好了 我们在阿婷那里聊了会天 现在晚上的八点十分了 回家干活 再不干活这边的天亮了 早上两点钟就亮了 哎呀 小仙回来干活喽 这边还挺囊快的 这边还挺囊快的 嗯 这边还挺囊快的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